字根本不行 因為沒有桌子怎麼上課 你們一定要寫字的 所以我剛剛有跟我們的助理軍講一下 我第一個我想的是說 他也非常辛苦 然後也發動很多公同生 或者是有修特 就是說餓的同學 或是其他同學 基本上我會認為是 自己你晚到了沒有位子 比如說走廊 或者是哪一間 應該是庭面的 哪一間的儲藏室也好 或者是哪一間的小教室 你有桌椅可以翻 那晚到的同學 就自己去規格玩 所以我想說 這樣子我從後面看 應該放個五六張椅子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當時是這樣想 那我沒想到他翻的是這種椅子 這種椅子是沒有桌椅是不行的 所以下次 我剛剛也跟他講說 還是要去找到那種 單人的課桌椅子才可以 要不然這樣子是沒有辦法 只有椅子沒有桌椅子 沒辦法上課 那我說如果是暫時性的 一兩次也就算了 我說我們有那麼多次上課 還有考試 所以還是要 也許考試我可以換教室 但是平常上課是不能讓大家沒有桌子 自己來上課的 因為還是要寫字 或者是還是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去玩點天課而已 所以今天可能是暫時底下 可是我剛剛看到 這邊有張桌子 有面有張桌子 有面有張桌子 在那下課的時候 他搬到哪裡 可以有桌子可以寫字吧 因為上課不一定要寫字 不能寫字 因為聽到最後已經會神流出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張桌子 那剛剛我也跟他講 因為我一直看那個我們的 那個現修條件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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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我已經有講 然後昨天我在看還是沒有 剛上課前 把臉多個上去看 還是沒有 所以我剛才跟他確認一次 他已經跟大家一起做了 好 跟他講的 那可能那個單子 還沒有到交易 所以 我會知道 我會常常聽到 剛剛那個 通識中心 好 那因為通識中心 當時候就是 跨越點桌的步驟 再來是給二十個名額 那現在只有三個點桌 剩下來的二十個名額 全部都放到 我們的一般的 一般生的修課的等數裡面 那這樣子 我們整個功能 那我才能公平的上 所以原則上我還是先設定 八十五個同學 那我一再強調 我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講說 這個中塊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科目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 二年級 自己要提供 一下自己的 專業課程的部門 也是不是可以 孤單人 好 因為 中塊這門課是蠻適合的 我想如果 中塊大概是你 二年級的課程 你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 因為你的讀書時間 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 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 因為你的讀書時間 那會計組合呢 其實有絕大得好 那會計組合呢 其實有絕大得好 大家喔 就是在前幾年 到目前為止 其實現在很多同學都 其實在十年前 我跟同學要考公職的很少 在十年之後呢 慢慢的考公職的越來越多 然後呢 現在的就更多了 尤其從2008年之後 大概十個裡面 如果不讀研究所的話 十個裡面大概有 將近五個到六個以上 都是想要考公職 好 那其實呢 我也問過這個 其實考公職 我自己也很多的經驗 所以我也考過包補考 好 那 所以我之前也是先跟他 到基統一起做的 好 會在銀行待過 所以講聽說銀行的業務啦 或者是銀行的作業呢 我是很清楚 所以銀行其實我什麼都做過了 就沒有做過甚至住售 好 因為當時銀行早期的時候 人員比較少 那對於親近的人員 其實始終很用心去這個 也不能說待在這邊 很用心去讓他學習 所以我們那時候 剛進銀行的時候呢 是三個月做歸台 三個月去管錢 三個月去管貴兌 然後三個月去做派遣 然後三個月去做放款 三個月去做徵信 然後還有做外匯 好 那其實他當初的規劃 是兩年要把整個跑完一次 所以這幾個作業 或是這幾個月我都接觸過 那最後呢 大概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人家換工作的時候是很煩惱 我換工作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每天事情做久的時候 我就想換點些些的 所以每次要換工作的時候 其實每次要換工作的時候 我都是很開心的 那所以以後來呢 這個 所有的業務都要去跑過一次了 然後呢 後來我們部理就問我說 我們問一下辦公分想做什麼 我跟他講說 我沒有做過出事 我想去跑馬院看一看 好 那他跟我講說 陌生為止 至少在南部地區 沒有跑馬院去 被人家吵架的是女生 我想說 那邊沒有關係 反正是我的第一次 可是最後他還是沒有那個籃子 所以還是把我放回 做外匯去了 所以這個銀行呢 我也是所有的業務 除了被人家打官司沒有做過之外 大家其他都做過了 所以 國家考試有考過 會計師我也考過 所以這些考試其實 我不能說我身心百戰 但是我有這些經驗 那再來 大家想說 那自己裡面的年代 跟經代有不一樣 好 所以呢 最近的同學 每次要考考試 每次要參加國考 真的跟我來聊一聊 那我自己也親戚 也有在準備考試 所以 從他們的這個經驗裡面 他最後有跟我講說 那補習班很多人在補習 然後 我說補習有用嗎 那天我才問他 他說補習呢 嗯 有個好處 我說我自己覺得補習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看的 就是他先把資料都幫你整理好 不是這個資料都整理好了 你只能靠起補習班嗎 我覺得不盡量 沒有 我覺得他給你什麼考前 什麼歷屆考題啊 什麼 你網經到處都可以找得到啊 如果你不想花錢 考選部你都可以上網去 把那個試題抓下來 只是他只有選擇題的答案沒有 跟選試題的答案而已 好 然後呢 他說 我說 一定要靠補習班才能夠 幫你修集到考庭啊 或者是幫你找到做重點整理啊 其實我覺得房間很多書都有 那我認為最大的好處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於 在補習班你可能看到 一間教室兩三百個人 大概就都考 可能考相同類科 那你想說一個高雄一個補習班 就有兩三百個人 那高雄這些地區呢 不要說很多家三天就好了 就有六七百個人 然後全省呢 加起來就上了好幾千人嘛 所以你會有那種緊張有壓力 那就都要做相同的事情 我怎麼能夠不贏而出 是沒有給人家分離一些 所以我認為補習班最大的好處就是 給你警覺 給你警惕 好 那這是我認為的 那當然他說這個補習班裡面呢 當然就看每個教導體 這個是其次問題 那另外他也認同 就是說基本上 但是他跟每個補習班的風氣不一樣 真的是他自己的觀察 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他說考試其實考到最後 就是 因為他自己也參加過 三十五次的考試 考到同學以後 然後參加一點補習 然後再開始 在補習當中 他就會開始自己去 算是磨泥考 挖廳前去磨泥考 所以他考試的過程裡面 他大概是算第五次 在台上考上 因為包補考 加上地方特考 然後 那中午三次也特考 所以這樣五次的考試下來 他說 他大概第三次考試之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呃 其實 勝敗 或是不是 上榜與否的關鍵點 他說基本上 他熱果也是在給你考慮 一個是經濟權 一個是會計 好 那經濟權呢 他尤其是會計好的 其實是有吃香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 但我不是來謊愛瓜 自賣自花 因為 說實在上次去 上個禮拜二 去今年的高考上榜 那今年大四 就今年畢屆畢業 有一位同學 他考上 那我不知道那是 算是七百七 其實我也搞得清楚 反正就有一位是 今年畢屆畢業的同學考上 那我就去看一下 他之前有會計的成績 好 那我看到他之前 修金塊的時候 他的學習是成績 那我不知道上去前 下面有什麼 就是四年 好 所以 那 所以我講的是說 會計其實如果 在你如果真的是準備 國考的話 那你如果是考的是 商業類科 好 什麼菜堆行證 那 就是你再加上 一些金融等等 會計都是不好的特務 那會計好 其實 對你在考試上 也絕對能幫助 那為什麼 跑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看會計好 很好呢 決定呢 念會計 不是 我悶著頭 一直讀 一直讀 會計要去理解 好 所以你要發給時間 慢慢去了解 裡面的一些規定也好 或者是說法也好 它的規則是什麼 你一定要搞清楚 它的規則 它一定有規則 不是 今天看到這個題目 是這樣做 明天看到另外一個題目 它的想法或者是 它的規則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會是這樣 所以它是有很明確的規則 所以你要把那個 它的規則 那個要求 或者是它的一個邏輯 搞清楚 也就很容易了 也就可以 所以後來呢 你的會計 怎麼去準備呢 我說 它就是當作是你茶餘飯後的消遣 消遣的那個玩意兒 像之前我在讀的時候 還讀什麼 貨幣銀行學 財政學 或者是順路法規 那些 念在那些的時候 因為那些都是真論題 所以其實基本上看真論題的時候 你自己在讀的時候 其實比較沒有動手去做 動手去做 因為是你怕自己讀得太無聊 是真的寫不字而已 好 所以當時候呢 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我是把會計 當作是我 修剪的時候的 這個 那個 管具 因為讀了 看是光碳文斯坦 讀了兩個小時之後 就很累了 我就找一個會計題目 來做一個 好 所以我每天 那時候我每天有規劃的 所以之前先把會計 不管是出 財務會計成塊 或是高塊 或是之前的財務法委分析 之前好 會計是這樣子 那我就是把這些科目的基本概念都了解了 所以接下來以後呢 什麼唸稅務法規 唸什麼 一堆法 這個會計師考試就一堆法 那唸零起法的時候 我就唸得很難的時候 每天就規劃 比如說實體的中塊 然後加上五題的成塊 然後一段時間就十題的中塊 加上五題的高塊 就是這樣專差 可是中塊我每天一定都做 因為我說了 會計你看呢 跑到最後你會發現 題目其實是差異性不大 就是看第一個 你看你的細心 有沒有把他給你的陷阱 你真的給他挑下去 第二個就是看你的細心 所以你的 所以我做到會計最後就是練習你的速度 除了他的陷阱你要看清楚 除了什麼事情你之外 除了一下就是你要練習每次 這樣子的話 你的會計就可以有不錯的分數 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次呢 有一個 裡面是契管器會計學成的同學 然後他搞事情 大概就是 今年年初開始 大概每個禮拜都固定 他問我會計的問題 問你誰快跟誰管 快都有 然後這次呢 他補考考上了 他很高興 他跟我講 他覺得是 他的會計跟承快 承短快 幫他加了不少分數 所以這是另外的同學 所以他就覺得這兩科 讓他能夠在 他是考慮的 所以我考上 他是考慮會計 會計類的 所以 但 讀會計不是任全為了要考試 我只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想要準備考試的話 會計是一個決勝的關鍵科目 好 但是 會計讀會計 你學會計只是為了考試嗎? 當然不是 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須要到會計 好 那比較傳統的那個 比較傳統的產業 或者是比較傳統的那個公司負責人 會用的會計 你也什麼生產線 也就是說 公司生產什麼產品 不會因為你的會計做得好不好 而讓你的產品更有價值 好 那會計呢 也不會因為你有會計 你的會計做好了之後呢 你公司會自己去賺了更多錢 好 這是傳統 就是說比較不認識會計的 或者是之前早期對於會計的認知 就認為他只是把歷史資料匯總 根據公報的規定 根據財務會計等的要求 然後根據這樣子的一個 而準則之下 就把它編出出來自己的 他認為只是應付給一些 國稅局 因為要報稅 因為公司要報稅 所以他認為這是沒有什麼 真正價值的 那是傳統 好 那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之下 這樣子學會計的話呢 這樣的會計員很快就會 就會被淘汰掉了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所謂的 在10幾年前 這樣20年前 就有所謂的財務會計軟體了 那時候 我記得契管系有開過 有用過這個軟體叫正航 正確的正航向的航 航空站的航 然後這個軟體去調那個會計系統 好 會計系統 那值得很單純的 做帳戶而已 如果你把會計 或者是你自己學會計的目的 只是定義在那裡的話 那你很快就會被淘汰掉 因為這個 現在這些軟體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已經 你做的傳統 跟做的這種東西 都是什麼 到這系統裡面的 你只要把科目代號貼進去 金額貼進去就沒事了 這誰不會做 小學生都會做 所以如果你定義自己 只是這樣學會計 我相信你很快就會發現 會計系統裡面來講 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但是 事實上我們學會計 只要做這個嗎 當然不是 好 所以我當時也講說 如果說有這麼 有已經發展出 所謂的財務會計軟體出來 我想高商 我想高職裡面有個商業課 那種會計類課 它的課程內容 一定要大幅的翻修 因為我大概之前就已經講 就是說 在我們的大一的出塊的上學期的 二跟一的時間 再講科技 這個科技可能在一般的高職 要講一米多以上 就是說 它會教你怎麼去記 怎麼會計科目 然後當時候 完全是用手寫的時候 你會計科目寫在帳策裡面 空間要寫多大 怎麼寫 然後位子要怎麼留 當時候就講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有電腦之後 這些都沒有 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說高商 他們的職業高職 尤其是會計的一個課程 他的設計 你要怎麼當 他們的開學 因為根本就沒有必要去講這些事情 好 所以我說了 如果你的界定 你會計只是要學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 你一定不會覺得 會計對你有什麼幫助 好 但是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學的會計不是怎樣 我們要能夠提出 我走A 我做 我用 因為它的準則是準則 可是有些條件不一樣的時候 適用的準則就會不一樣喔 所以這準則 它的快速處理方式 就不太一樣喔 那不太一樣的話 你要分析的是 我如果採取A做菜的結果會什麼 採取B做菜結果會什麼 你要有不同的選擇 或者不同的處理方式 然後你把後面的結果 你要分析出來 那你提供連理的決策者 或者是你的老闆 這樣才是你真的學會計的目的 好 不是只是很單純的去做一個 就是復計的動作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 你很快就會覺得 會計是一個沒有什麼價值的一個科目了 那我再強調 為什麼要學到中快 因為去快速告訴你 有這樣的交易發生 好 那譬如說好了 普通投資 然後那你要去資賬什麼 即股東投資算什麼 好 那用什麼樣的科目 然後後面會有什麼 大概就放在抱人的哪個位置 這樣而已 中快裡頭交的就是這樣 但是到了中快以後呢 可能就不一樣喔 那你那個決策者呢 就問你說 好 我們現在要 我們需要資金 那我們到底是要跟股東發行股票呢 還是要跟銀行借錢 還是我要發行債券 對公司債 那你就要去分析 當然這個發行債券 對於財務的結構會什麼影響 好 那如果是跟股東發行股票 對金融的股東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這個是除此之外 你可能還要了解 一些人的市場來看 對經濟也要放進來 所以我覺得經濟學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科目 因為它是一個動態的環境 雖然我們以前開始學經濟學的時候 已經講 尤其在講公需法則的時候 一定會說其他條件不變 所以事實上不會其他條件不變 所以一定是整個是動態的 所以一定是其他條件都會變 只是它的影響程度多少 然後你怎麼會評估而已 所以當你快遞不到某個程度 或者是你在提供分析的時候 除了快遞之外 你的經濟學的概念也要放進來 我現在發你債券公司債好了 那你就要理解現在的利率是多少 未來會怎麼還能調整 未來利率會漲 會跌 會升 會扁 你都要先去評估一下未來可能性 那你現在發展 你現在眼前發公司債 你的利率可能會是多少 但是當市場利率如果改變的話 那我們的公司債會造成公司的產生負擔 對公司的資金的壓力有多少 你要先去評估啦 所以你不能只看眼前 你要去看未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經濟學 跟快遞都要結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我立刻的理想 好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讀快記 當然這是我看到 再說同學這個考上公司 其實不是我考上 不是我也很高興 因為畢竟就是同學努力出來的 好 那從這裡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從其他同學跟我分享的一個考試經驗 跟我自己的一個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說那也不是會計指數 所以我看這個目的就是會考試 其實在各行各業 各類的利率中有做到的地方 好 那我當然也正在提了 我們學中多漢 是學財務會計 一定要有的基本的認識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們要問你有沒有收會計 如果你沒有收到中多漢 你就記得你不必收到中多漢 因為這樣子人家一問你的問題的話 你就破功了 因為很多東西就沒有辦法 有你清楚的概念跟它的分析 所以這樣子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好 那其實我剛剛上個禮拜 我剛剛明天問你 上次同學問我 基本上我不是說大家不要買書 我只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借得到第七版的書 就借得好 因為第八版的書很明書 那我畢竟你也會有第八版 那當然第七版跟第八版會有什麼差 差多少 我沒有辦法看到 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一定會有一點點差 就是有說國際會議準則 到2013年才正式可以唸的啟動 所以這個很多的追責 或者很多的準則 在這個使用上面 會有點調整 那如果你拿到第六版的書 跟第七版一定是有差 那差在哪裡呢? 有一個地方就是 今天我們找到的地方 就差比較多一點點 這個差異性滿大的 就是A跟B 以前說你只能選擇A 先告訴你說 不是選A要是選B 所以它的差異性比較大 是在這裡 那第六版跟第七版也不是完全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的地方呢 差異性就沒有那麼的絕對的大 所以你如果拿到的是 你記得的是P六版的書也可以 可是你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第七版裡頭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標示出來 要跟著更新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書 或者你喜歡自己買書就OK 那當然畢竟自己的書 你愛怎麼寫怎麼掛都不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正式上課了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開始要講第二章 好 其實呢 我剛剛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過 豬塊其實跟豬塊的 當結局下側之外 其實有很多是你一樣的 請你先講 那個報表 好 然後再來去講幾個塊去看 好 像我們豬塊裡面一樣 先這樣附近 好 你怎麼記錄 好 什麼接待法則 然後你的 有試算表 然後有調整 然後在別人的財務報表 這是算你學到的 那中塊裡面的情理也是一樣 好 先跟你講 先幫你注意一下 其實是四大報表 先幫你注意一下 好 那這四大報表 因為之前呢 可能先給你看到一個例子 然後再講你的數字 是怎麼長出來的 好 那 因為你學看了那麼多重點 我忘記這整片身體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狀態呢 又讓你顧及一次 整片身體是長什麼樣子的 然後接下來要去看 跟豬塊一樣 它就開始跟 好 所以我們第一次討完事之後 接下來就講 現金啊 運輸款項啊 存貨啊 存貨啊 固定資產 好 這跟豬塊的流程差不多 好 內容也差不多 好 但是明應的東西都有複雜很多 所以 一樣 這一本書 一開始 除了地上訓論之外 接下來是先幫你四大報表 好 那四大報表裡面呢 其實四大報表 比較多 中塊明明要講 四大報表 電動比較多 或者是說 不像電動比較多 而是說 加了比較多新的東西 進來的是 整一兩 好 好 大家都說過出塊嘛 對不對 好 隨便找個同學 你是不是可以寫下你的損一兩的流程 好 隨便找個同學 好 好 多加兩 好 來 你寫一下損一兩 好 你寫中文英文都可以 如果你自己用的 是不是有英文的書 你自己用的 自己用的 好 隨意表 要不然你就先寫到 消過毛利 這個才真的 懂不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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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一下 從消過毛利到 營業經歷這一段 好 好 你寫到嗎 好 你寫到嗎 好 你寫到嗎 好 好 我只是想說 找個機會 好 好 好 另外講話 然後呢 好 你寫一下 從營業經歷到 白期經歷 好 這三位 你們選分也寫這三百多多 好 沒關係 你先上來寫 好 你不足的地方 我才能夠找 另外的東西可以來幫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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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公司 謝謝 我喜歡 謝謝 我喜歡 怎麼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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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